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娃娃娃 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民俗专家林正义林老师 第二位是精神科医师杨聪才杨医师 还有一位是知名的作家廖惠英廖老师 以及两位媒体人 迪志伟跟陈玲玲小姐 欢迎五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 艺人欢欢轻声 女儿强忍悲痛 在脸书上写着 笨天使 你怎么这么自私 那么 不舍妈妈走了 那么在检警调查之后 在她的住处发现一张母亲结合卡信封 上面写着 这间房子一直叫我这么做 所以是不是 她应该是长期处于忧郁的一个状态 然后附近的五金行也证实 早在一个星期之前 她就曾经跟一个男性有人来买木炭跟烤肉架 说是要烤肉 现在回想起来很感叹 周围的人都没有能够来得及这个阻止 那么什么叫做 这间房子一直叫我这么做 虽然家里的人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但不可会言 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毛毛的 否则不会被拿来当做新闻标题 那么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 我曾经在迷人三温暖的时候 访问过一个艺人 那么她跟我讲说她那时候也是忧郁症 然后她是住在淡水的房子 她说她那时候很想跳楼 因为她说厨房后面的一个窗户 一直叫她往外跳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幻觉 还是说这房子的磁场可能有关系 那当她每天要克制自己 不要往那个窗户走 后来是家人 她跟家人透露之后 然后说不行你一定要搬家 这样子所以这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她精神上面的一个 自我的暗示会focus 这样子的东西出现 是一种沾望是一种妄想吗 我们临床上面如果称说 你会看得到或听不到别人讲 讲的或是听的或是触觉 就是跟自己无感 看的听的触的或是嗅的 或是味道的 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幻觉 当然有时候是错觉 这个错觉就是说是A 但是我把它读成B 比如说我们这个惊弓之鸟 然后悲宫舌瘾这些都是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在临床上面 我们会先去厘清 这个人的很多方面的状况 比如说有的人长期失眠 睡不好觉 他注意力患散 他可能就会容易错觉 但有的人如果是脑内分泌产生失调 比如说像我们在 有一些疾病里面 像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有一个躁郁症 躁症的个案 他有时候也会在很嗨的时候 他会有妄想会有幻觉 这都是要列入口律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林老师讲的说 这个家的磁场是否跟这些人买 其实这样的人已经很敏感很脆弱 隔着这些市场不够好的 不够穿起的地方住的是不是更疲倦 第一个你刚才讲就是本身已经有问题 他容易碰到这种房子 他就会产生这种效果 那我讲一个例子 这个是他没有病 是我一个是发型设计师的 他到宜蘭去 你这发型真的有不一样 他到宜蘭沿山去住家 这发型设计师是正常的吗 是正常的 我现在讲正常 刚才讲那是幻觉那是不正常 他去度假 度假你说mew好一点 所以有租顶楼 然后有阳台 那阳台很大 露台很大 他就开始进去以后就很高兴 很高兴他想说抽个烟 就跑到那个比较外面的 靠近阳台边 他就听了一个声音 他说人生没什么 其实你往下走一步就跳下去 就什么都解决了 他心里想说 我现在是这样 我现在我事业也做得好好好 家庭也好好 我干嘛要跳下去然后人事解决 他想着不太对劲 他又退回去房间 可是他心里又想着 什么人要这样说 男生还是女生 我没有听他男生还是女生 他是跟我讲 因为他跟我聊嘛 因为他也很困扰 然后后来他又退回去房间 所以他想还是去抽烟看看 那个声音又来了 人生其实没什么 再往前走一步跳下去什么事都解决 结果他试了第三次 就这样试了第三次他马上去退房 这是一个 那手是没清晰 那个地方没清晰 我再讲一个 也是同样例子 我们可以对话 说你谁出来 有的时候如果他 这样子他会吓到 你要来 来来你来你来 你再来 幻觉的人其实会常常这样 跟那个幻觉对话 然后有时候我们旁边的人不清楚 因为看不到听不到 就以为他就自言自言 你看精神科医师就说 这是幻觉 可是这个林老师就说 这是没清晰 两个人看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两个摆在一起 因为应该在讲是说 林界的存在在人来称 它是个幻觉 你老师我问一个比较具体的 就是说 你看范范的说这句话说 这一间房子一直叫我这么做 你认为这是幻觉 还是那个房子没清晰 有人跟你说 我刚才举那例子就是说 那个场所如果有地浮林 它存在的意志形态是这个形态 那你又自己本身里面很弱 不够用 那软体可以进去 那意志形态也可以切入 一八一千 就是说你运气壞了 你不一定八二千 那是命金一种 还有一种是你运气壞 运很弱 还有一种就是你使用错误 就是说你的人生使用 你被黑暗力量介入了 不过美人姐刚刚提到有个名词 叫沾望 我把它拉出来 沾望就是一个人好像是霧昧 是睡是醒 那有很多原因 有时候头部受伤 有时候也许吃了一些药物 是临终 对 然后那个时候 他确实也会觉得好像一直听到 或是看到有人在跟他讲话 或是跟他做动作 好像耳朵一直有听到 杨医师你相信有不干净这种东西吗 我套句孔子讲的话 虽然我们今天都还不知道生死的事情 怎么就一直去谈鬼神的事情 所以你的看法是 林正义林老师是在骗家就对了 这句话有陷阱要小心 孔子 孔子讲 近鬼神而远之 不代表鬼神不存在 可是这个你没有遇过 你就会觉得这是鬼扯 可是真的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很有能力看你的房子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一次去帮一个朋友问 我就说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怎么样这样子 就那人一看他想说 他大门出来是不是斜的 墙壁是不是斜的 对 这个人是在 是 这个地址不在台湾的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大门出来是斜的 我想说哇你们是 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去看到的 这样子他就说 这房子住了做白宫 而且人会越住越累 那样子 他在那边就一直身体就是很不好 然后就不信邪 再找另外一个老师问 我说请问这个房子 他说这个 那个 做白宫 而且这房子很高 我没有写楼喔 我只写那个地址 就是那个位置这样子 我好像也没写地址 他就看出他住的房子 他很高 他住的地方有高空节流风 OK 很科学 高空节流 他说绝对不要去住那种 太高 可是你知道越高的房子越贵啊 对 因为有view的 有无敌海景的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问他说 诶 请问你住几楼 高楼的风 声声叫 鬼哭神嚎风 他说其实很多人会很迷信那种房子 他说一旦有那种 鬼哭神嚎风 对 你就不要住 因为那个都会影响到你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诶 请问你住几楼 61楼 难怪 高空节流风 所以他说这个人只能住15楼以下 OK 那你看两一个地址 给两个 他怎么那么厉害 我就知道他们 两个不同的老师 一个说大文出来写的 对 可是你又没有在现场 你只是看地址 为什么 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去 可是我的角度会认为去找这些人 他身心已经处在某一个境界或是关卡 所以他去问人 不是 我是在问算命的 就是找去找去 就像你们刚刚讲高空节流风 如果我们学科学知道说 这高楼本来就会有风 敏感人就觉得 风里面好像有声音 没有 他认为 他是从环境学的来讲 这样子的房子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住的 每人的意思是说 那种鬼哭神嚎的风 其实对这个人来说 会影响到他的身体 会让他变弱 因为他就神经会很紧张 或者是影响他很大 不过当然欢欢那个事情 警方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 他在这个吸探的过程当中 到后来他已经意识不清楚了 所以才会写出那样的字句来 因为据说他那卡片上字迹 还满潦草的 所以说到底是不是因为 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他才会觉得说 是这个房子叫我这么做 但是他弟弟有讲 就是说我们以一个正常的常理来推论 因为是他弟弟亲口说的 他说当然你想想看 我们像我自己有租房子 给别人 我很担心这样的事情 假设今天我的房子 我的租客 然后在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你的房子算不算是凶宅呢 是喔 当然是喔 好 那他是凶宅囉 那这个房东 这是租的吗 租的 房子是租的 那请问这个房东 当然第一时间呢 你可能我们如果以 比较符合人情来看的话 他都已经过世了 我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去跟家属讲说 你让我的房子变凶宅了 对不对 去追究喔 对 那但是就是说 他弟弟有讲说 因为记者有问他弟弟说 那这个房东 因为他写了嘛 房子要我这么做嘛 所以大家会好奇啊 到底这个房子 之前有发生过什么事吗 所以就有问他弟弟说 那房东没有跟你们 做任何的追究啊 或怎么样呢 那他弟弟是说 房东只有说 这个 因为他是警销破门进去嘛 所以门锁啊 门被破坏了 他只有说 这个地方是 要败金啦 就把这张修好 就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没有听他讲说 那这房子变凶宅 要怎么办 不是啦 不一定 欢欢大没人大 对 搞不好就合啦 所以我是 但是这个房子 不管怎么样 欢欢在里面过世 总是要有一些 清净啊 撒净的一个动作 跟过程也 让王者能够安息啊 因为这是自杀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 为了这一集 我特地去调我 2011年3月 访问过欢欢 那一集是欢欢跟何语文 然后呢 来上我的节目 本来只想做 只想做一集 后来谈到欲罢不能 我还记得那一集是 破诚上下两集 然后欢欢他那时候讲说 他 他先躁欲症 然后医生讲说 久躁一欲 躁欲症太久了 会转移成忧欲 这样子 但是说 躁跟欲中间会 他会先躁 然后欲 然后躁跟欲中间又这样子 然后变成长期忧欲 这是欢欢的一个说法啦 他说最严重的一次是七天七夜没有睡觉 他不用睡 可是他身体非常非常的累 然后呢 就一直做事 不停的做事 然后呢 那个时候他后来是 因为江国斌都要拍戏 他那时候的先生 然后后来江国斌回来 他说我拜托你 带我去看医生好不好 打一针什么让我睡 我身体好累 其实身体很累 可是精神还是很亢奋 那这个是他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曾经是这么严重的造症 然后后来呢 就是忧欲 然后呢 他后来他又说 他读了南怀景老师的书 他想开了一些 然后也觉得人生有一些希望 那后来呢 他又提到的 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他的父亲 因为他 他几乎都要陪伴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卧床18年 卧病18年 所以我如果记得没有错 好像是三年前父亲 过世了 两年多前 对 两年多前父亲过世 也就是在我的节目之后不久 他的父亲可能已经过世了 我觉得那会给他很大的打击 因为照顾父亲是他 很大的一个重心跟一个支持 这样子对 这个等一下可以请志伟来讲 其实欢欢曾经在友台上 节目的时候讲过说 他曾经碰过一个 已经过世26年的女艺人 已经过世 那他也讲说 他是有灵异体质 在想说 这个到底有没有关系 等一下来讨论 好不好 先休息进广告 刚刚那个手心 刚那个手心 刚那个手心 好 那这个 刚刚讲那个很玄的事情 志伟 应该讲说 其实欢欢他跟江国斌离婚之后 他其实就是有 因为他跟他 他其实在跟江国斌结婚之后 他其实就不是很常上结婚 几乎是 就是在家乡部教宅 还有照顾爸爸吧 所以他很少出现在镜头前 但是他跟江国斌离婚之后 他出来上节目 然后人家是 因为他要领劳报 所以欢欢姐 可不可以拿你的身份证 身份证拿出来 发现佩尔兰怎么是空白的 他答应说 对啊 我已经离婚了 所以这消息才传出来 所以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欢欢是在跟江国斌离婚 三个月之后 开始出来上节目 那他的节目呢 就是各种节目都上 那个时候他去上节目的时候 很多人对他的感觉就是说 他很瘦